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此时便已经夕阳西城了 凤就陪着他姑姑和成玉等神仙分别 拜见了白家长辈和佛陀之后 便一直与众人在一起 深山不见人 但闻而语生 灵山在梵境之中 一片深丽浅红 全然没有人工腐杂的痕迹 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与灵山大殿附近的热闹不同的是一条 趋近直通的一处斋房 这房屋坐落在灵山深处 四周是高山 唯有一条趋近直通灵山佛殿 房屋是用古墓建造的 里外都未经过细致的人工琢磨 一切用具古朴自然 即便是深山中的房屋 但也与这山中的一切看起来浑然一体 木屋之中 一个身着白色不一的男子坐在屋内 身下是蒲叶店 身后只是简朴的书桌 再无其他 在里侧 是卧房 也是简单的摆设 一张木床 简单的被褥 朴素的床杖 再无其他 男子打坐 闭着眼睛 一头乌黑的头发 只用一根素雅的发簪粘住 轻轻的面容交好的轮廓 分明的五官 这样的容颜 放在这青山绿水间 仿佛就是上天之子 但若是走出去 在人群中那也绝对是角角明月 山雨越来风满楼 深山之中 似乎是隔绝外面 林山大殿的喧嚣 与此时的宁静 仿佛是两个世界 但即便是闭着眼睛 他也能感觉到一阵风吹草动 不是寻常的风 是席卷着世间欲念的黑风 木门被吹开 房中人依然伸不动 门外的黑风 愈加浓郁 终于那一阵黑风中 走出来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 他一脸戏谑地 看着屋内的那个男子 神色淡漠 眼睛依旧安稳地闭着 尊神果然好定力 黑衣男子开口 屋中人不为所动 不声不响 只是这般好的定力 却又为何在这深山之中 要知道此时林山大殿附近的 可谓是热闹非凡 黑衣人自顾自地说着 可屋中人依旧不为所动 你的欣赏人也来了 这么久没见 想来尊神应该很是想念吧 屋中人开口 出家人不打狂语 六根清净 天下万物 皆不在心上 若皆不在心上 为何只单单回答这一句 若皆不在心上 为何独居这深山中 若皆不在心上 为何不在这样的日子 成心弥佛 若皆不在心上 黑衣男子闭口朝着木屋 走了几步 继续道 我为何会出现 此时 屋中人睁开了眼 他瞧着门蓝着的 与自己面容别无二指的男子 眼中一副淡然 神色皆是冷漠 男子看着睁开眼的白衣男子 两酒突然发笑 何苦自欺欺人 为神为佛 若不能随心所欲 那修着神佛又有何用 白衣男子好像不耐烦了 他轻轻一挥衣袖 一瞬之间白色滑光夺门而出 直击黑衣男子 请客间 黑衣男子连同黑风退到了山谷之外 却是一阵笑声 激荡在山谷之中 白衣男子站起身 一步步走到门口 山中的景色足以让人放空一切 文昌帝君 没错 正是从九重天出走的文昌帝君 虽然一心皈依佛门 但佛陀却说他尚且有未了之事 便让他在这深山之中静静等待 至于等什么 文昌帝君不明白 云雾星已出秀 鸟眷飞而之环 锦衣已将入 俯孤松而盘缓 文昌帝君走出了门 秀着山中的空气 又是一阵清风 趁着夜色缭入山谷 清荒之后 竟然是一个女生寻着幽静走了过来 好久不见 那人开口 好久不见 文昌帝君眼中没了方才的七清 取而代之的是清亮的明媚 来人是凤九 说真的 我不喜欢喊你文昌帝君 我更喜欢喊你 荣誉 凤九笑着 坐在了门前的一块石板上 文昌帝君走了过去 并排坐下 无所谓喊什么 总之都是我 文昌帝君这么说着 这是他来这山谷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今日真的很惊喜 凤九道 你为什么不出去 今日临山可热闹了 文昌帝君笑了笑 道 很多年了 我已经早就不喜欢热闹了 想起很多年前 最热闹的一次便是与凤九泛舟湖上 画仿花灯 换我荣誉 是因为没有三生时上的压力吗 文昌帝君终于是将自己心里压着的问题问了出来 三生时 不仅仅是压着凤九 也压着东华帝君 更压着文昌帝君 月明风轻 夜晚撕碎了白昼的酷暑 晚风吹着倒是气意十足 凤九的裙脚被风吹着 头发也随着风吹动 文昌帝君一身白衣 一头青丝傍晚 这样的寂静清冷着实是出尘 凤九看着远方 道 三生时 果然 真是一块石头 又臭又艳 文昌帝君沉默不语 心里不知在想什么 忽然 一阵金色的光泽凸显 金泽之后 一柄凤伟情出现在文昌帝君面前 凤九看着 眼神明亮 文昌帝君轻轻撩拨起情弦 情音清澈 月亮远远照九州 情声清远绵长 好像是透过了重重的山脉 直至临山大殿 或许是真的响彻了整个临山 突然一瞬 一身紫衣的东华帝君出现 文昌帝君眼里闪过瞬间惊讶 可也只是稍纵即逝 转头一看 却发现身边的凤九已经没了踪影 东华帝君道 好久不见 东华帝君从不会主动同谁说话 文昌帝君也并不觉意外 道 好久不见帝君 我与九儿 三生时尚虽然暂时无缘 但我与他的经历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今月的东华帝君说话不那么简介 并且还不那么高冷 有点过于接地气了 但好像也更气人了 文昌帝君不动声色 依旧抚擒 东华帝君沉默了许久 道 明年新天经即位 我打算迎娶凤酒 按照常理 这句话后面应该跟一句 届时请你喝杯洗酒之类的话 看 好像东华帝君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说完这句话 东华帝君便疏然消失不见了 而文昌帝君却依旧是方才抚擒的模样 只是琴弦突然崩断 一口血涂满情面 骤然醒来 才发现 哪里有什么东华帝君 哪里有什么白玉石板 哪里是什么月明风轻 临山深谷的夜晚依旧数热难耐 但比起临山大殿来说 大概是清凉许多了 木屋之中 一身白衣的文昌帝君依旧打坐在原地 白色的衣裳上点点血滋跃然齐上 在他面前 一滩发黑的血液喷涌在前 方才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心魔幻境 真实的世界中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在心魔之中 一切的预念却真实地呈现 文昌帝君看着眼前的血字皱起了眉头 谁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谁说时间能抚平一切 不会的 时间什么也抚平不了 心魔不触 再长的时间都是煎熬 思极此 文昌帝君站起身走到了门外 他的嘴角还沾着血 面色凝重 若有所思 次日 于兰盆节正式拉开序幕 忠明之声不觉入耳 来往相克络绎不觉 佛陀笑意盈盈却又平静得 犹如一滩静静的池水 稍后便是向来让凤九觉得枯燥乏味的奖金环节 前日 帝君和他爷爷是要参与奖金的 而这火热的酷暑 却是不能用法术毙毙的 没什么法子 索性今日有帝君给的娇嚣 阳光越是灼热 娇嚣越是清凉 善好 中古之声渐落 临山大殿上逐渐安静 佛陀莫冤上神东华 帝君白旨帝君 领保天尊 呃 居然还有九重天上的天君 虽然是奇了怪 但仔细想来年 只是遍演了然了 大殿之前 佛光万丈先则流离 用不了多久于兰盆节 就会正式开幕 仲仙者面朝大殿站着 招转了自己的位置后边三两寒选者 凤九如今的身份 虽用不着奖金 但也是站在众仙者前列 与他姑姑一同 而成玉则是因为昨日便瞧见了临山上的鼠热 而自己今日身上也没什么担子 是以拼了命地往后找一个有菩提树英笔的地方 惹得前排站着的连颂回头 瞧着一门心思找两块地儿的成玉颇有肿气 不打一出来的意思 但也是无可奈何 凤九站在那里倒是心无旁骛 可突然觉得周围闹哄哄的 身边他姑姑也用胳膊肘碰了碰凤九 凤九下意识反应 却见人生顶废处 确实是有新鲜事发生